康特昨天在听闻阿祖法提出离婚的瞬间,整个人像是被点燃的炸药包,瞬间暴跳如雷,指责阿祖法不爱他,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自己寻找阿祖法那长达八个月的艰辛历程,仿佛这八个月就是他对阿祖法全部的真心与付出,全然不顾及阿祖法在这段婚姻里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。 他的声音在小屋里回荡,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,而阿祖法看着康特这般失控的模样,心中原本尚存的一丝犹豫也被彻底消磨殆尽。 康特内心深处其实对这一切的根源心知肚明,他明白是妈妈那无理取闹的行径才将阿祖法逼迫到如此境地,也深知是妈妈的所作所为, 让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如今这般岌岌可危的困境。 所以,在昨天愤然离开阿祖法的小屋后,他满心怒火地立刻就想去寻找妈妈当面对质,想要让妈妈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酿成的严重后果。 然而,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,他却未能发现妈妈的踪影,无奈之下,只能带着满心的愤怒与不甘暂时作罢。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的思考与沉淀,康特的情绪稍稍有所平复。 他意识到,若是继续任由事情这样恶化下去,他必将彻底失去阿祖法。 于是,怀着一丝忐忑与希望,他在今天再次踏上了前往阿祖法小屋的路途,满心期待着能够与阿祖法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,试图缓和两人之间那紧张地激进断裂的关系。 可当他满怀期待地来到小屋前,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,阿祖法并不在家。 那一刻,康特的心中也明白阿祖法是彻底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 康特开着车来到了阿祖法之前的工地,刚好老者在这里,康特询问老者,阿祖法有没有找他,但老者表示并没有。 康特对老者说,前几天我去找了阿祖法,我的妈妈跟踪我找到了阿祖法,并逼迫他和我离婚,他同意了。 老者说,康特,我之前就跟你说过,你妈妈不喜欢阿祖法,不要让他找到阿祖法,你为什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呢? 康特向老者表示,他爱阿祖法不想离婚,而老者却是直言道,你能为阿祖法做些什么? 同时,老者也表示,他建造这间房子就是想送给阿祖法的。 康特听到老者的话后,似乎无言以对。 康特,就在康特满心失落,准备转身离开工地的时候,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游远极近。 他抬眼望去,只见妈妈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奔来。 妈妈的目光,在触及康特和一旁的老者时,瞬间变得凶狠起来,仿佛被点燃的爆竹。 二话不说,就迅速地冲上前去,张牙舞爪地开始动手。 他一边挥舞着手臂,一边嘴里叫嚷着,都是你们俩,害得我现在连个去处都没有。 那副模样,全然不顾及亲情,就像一只被激怒的母兽,只想发泄心中的怨愤。 康特见状,积压在心底的怒火也蹭,得一下被点燃。 他瞪大了眼睛,迎着妈妈冲了上去,口中立刻发出严厉的指责。 你这个疯婆子,都是你干的好事。 你凭什么让阿祖法和我离婚,你把一切都给毁了。 说到激动处,他甚至口出恶言,扬言要杀了他,那愤怒的吼声在这寂静的地方回荡着,透着无尽的恨意。 刹那间,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,康特虽然嘴上叫得厉害,一副要和妈妈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,可真到动手的时候,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心中那一丝亲情的羁绊,还是让他在对待妈妈时留了余地。 再加上一旁的老者,一直在中间奋力阻止,紧紧地拉住两人,试图将他们分开。 所以,尽管康特满腔怒火,却也并不能真的对妈妈怎么样,只能在这混乱的拉扯中,继续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与委屈。 而妈妈也依旧不依不饶,而康特一直都还没有小男孩给力。 在僵持了一会后,康特终于是让老者把妈妈给抓住并绑起来,他要打电话报警。 妈妈在听到要报警后,似乎终于是害怕了起来,他一直奋力地抵抗着三人的抓捕行动。 而最后,大大小小三个男人,居然还是让妈妈给逃跑了,这就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了。 在妈妈那令人意想不到地逃跑之后,康特满心地愤怒与无奈,无处发泄,他失落地转身,默默上了车,随后驾车一路急迟,来到了那片荒野之中。 他对着男孩诉说着,他心中的郁闷,他说,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, 我的爱人要和我离婚。 而阿祖法也说了,如果爱他,就和他离婚,我希望他幸福,我就必须要和他离婚。 阿祖法今天肯定是去法院了。 那抑制不住的悲伤还是从他的话语间,从他微微颤抖的身躯上散发了出来。 其实在阿祖法被逼无奈躲到如此偏僻的山上,甚至连这样的藏身之所, 也是在康特的大意下被妈妈找到后,康特不仅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冷静与理智, 去安慰阿祖法那颗饱受惊吓的心, 也没有想着和阿祖法心平气和的商量,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这棘手的局面。 他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, 只是不停地大声咆哮着, 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与不满, 却不知这样做只会将阿祖法越推越远, 让他们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加速走向破裂的深渊。 这一切终归还是他自己造成的。 好的,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